《沙嶺墳場》 過去一段時間 有很多針對沙嶺墳場的傳言 有人懷疑 在香港有一群人被消失 然後又被人末名末勝地葬在沙嶺 是否真的呢? 沙嶺墳場位於敏感度 由50年代起 一直是全香港唯一收容 無人認領遺體的政府墳場 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管理 2010至2019年 食環署每年接收的遺體數量 明顯呈下跌趨勢 由於科技進步 有關當局比以往更大機會聯絡到死者家人 死者的年齡分佈 主要是零歲或以下的胎兒 或者41歲以上人士 其實 由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 身份不詳的遺體 只佔所有無人認領遺體4個百分比 當走到入沙嶺 就會見到一塊塊只有數字的石碑 上面的編號是怎樣解讀的呢? 沙嶺冠狀段的每編號是由3個成份組成的 1個就是T 2個就是下葬年份 3個就是下葬編號 既然沙嶺埋葬的遺體無人認領 而石碑上又沒有名 那就是無人知死者是誰 其實食環署所處理的大部分的無人認領屍體 其實都是有身份的 包括有死者的姓名 性別 年紀等等 他們只不過是過世的時候 找不到親人 或者親人放棄了處理他的遺體 所以才變成無人認領 和一般死亡個案一樣 沙嶺墳場每一具遺體的死因 都有醫生證明 或者經過死因裁判庭調查 肯定不會有人死得不明不白 而食環署只會在醫院 或者公眾臉房接收遺體 我們隊員在接收無人認領遺體的時候 首先會核對屍體身上的手帶資料 和他所提交的文件是否相符 在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的隊員才會將 把屍體放在棺材 之後封關 最後才會移離醫院 或者公眾臉房 最後處理完之後 我們會將資料記錄在電腦系統 而所接收回來的文件 亦都會妥善地傳檔 至於究竟遺體是土葬或者火葬 是完全取決於 醫院或者公眾臉房所提交給我們的文件 土葬的就會即日 運往沙嶺的墳場去土葬 而火化的也會即日 送往政府火化牆 去等待火化的 而食環署提供了網上的渠道 協助市民找回自己親人 而在早在2018年 申訴專員也都建議過我們提供一個渠道 可以方便市民去尋找無人認領遺體 來提升服務的 有見及此我們食環署在2019年 推出了無人認領遺體搜尋系統 方便市民去尋找先人的遺體 葬在沙嶺的死者 生前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即使無人認領 都同樣值得尊重 假如有人一雙情願地 將死者想像成被殺害的無名屍體 是癡奪了死者最後的尊嚴 グッド 曲那個oly 點林 提升 لم 才